很多姐妹说做出来的凉粉一刮就断 一半就烂 其实是你们方法没做对 我总结出三点 掌握这三点 你也能做出筋道爽滑的凉粉 一袋豌豆淀粉倒入碗中 用筷子抹平 再倒入锅中 用同样的碗加入六碗清水 搅拌均匀 我用的是他家的豌豆淀粉配料表很干净 还有刮刀和凉杯 搅拌均匀后再开火 不停地搅拌 由白色变成透明色 冒大泡时再搅五分钟 全程我用了十分钟 一定要把凉粉煮熟 然后倒入无油无水的容器中 自然晾凉 切记不能放冰箱 不然会粉搭搭的容易断 彻底晾凉后脱模 刮刀蘸水 凉粉上也抹上清水 刮成条状 浸到不易断 放入碗中 空碗里放入小米辣 青椒丁 蒜水 盐鸡精 生抽 香醋 辣椒油 香油 搅拌均匀 好吃的灵魂料汁就调好了 浇上调好的料汁 放上花生米 葱花 拌匀即可开吃 这里重申三点 一比例一定要对 二 一定要把凉粉彻底煮熟 三 切记不能放冰箱 还有 一定要把凉粉彻底晾凉后再脱模 学会后快做给家人尝尝吧 我会想起码了吗 我満了 我去觉得